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因为选战打了那么久 我觉得最后两个礼拜最让我想水巴掌的还是那一双美白小腿 好不好 又白又漂亮的小腿 就像韩国瑜当时这番言论让柯志恩记到现在似乎很在意 在直播中提了又提 你可以讲那一年我们可以一起共同追的女孩 你为什么要讲美白小腿呢 话才说完一旁的李燕壽忍不住笑了出来 柯志恩再三强调美白小腿这件事 看得出来让他非常在意 回到当时韩国瑜说出这番言论时 可以看到一旁的柯志恩马上变脸 似乎觉得苗头不对 我被讨论那么久好不好 每个人拿我的表情做文章 拜托拜托床上 真的是 这句话市长多听旁边的人跟你听进去 李燕壽在一旁补刀 要韩国瑜把大家的谏言听进去 两人开直播谈败选 柯志恩再度重提这双美白小腿 可见韩国瑜的履刺失言 真的让他耿耿于怀 三十人张艺红 郭瑜台北报道